截止目前就是从12月15号 把这个集中接种的启动进来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的人群数是738.3万 再加上前期的各省开展的重点人群接种 已经超过了900多万 根据接种工作的需要 我们在全国一共合理统筹设置了 25392个接种点 企业在开展疫苗的研发、生产、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有成本 因此企业按照新冠病毒疫苗公共产品的属性 依据成本会做出相应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定价 咱们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会按照相应的程序 按照相应的价格向企业进行购买 来为全民免费提供 付条件上市以后 育苗免费接种是在居民知情自愿的前提下 企业按议定的价格提供的育苗的费用 加上我们接种服务等全部的费用 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居民个人无负担 免费是包括了疫苗的成本费用和接种的费用 不是政府光承担接种的费用 是包括了疫苗的费用和接种的费用 最近有两个科研单位做了专门的研究 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动物研究所 另外一个是中山大学的病毒研究所 这两个单位都专门对这样一个毒株进行了一个实验 那么他们比较了我们早期的病毒 在国内早期的病毒 以及和这一次的英国这个突变株进行了一个对比 那么发现我们这个疫苗免疫猴子和免疫人体 产生的这个抗体 还有一个同样的中核病毒 不管是境内早期的 还是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个突变病毒 至少目前看来 这个病毒的突变不影响疫苗的保护力 这一点非常明确 根据我们监测的那个结果 现在报告上来第一次不良反应 百分之八十是一般不良反应 那么其中有十万分之六是异常反应 那么在异常反应当中 大多数呢都是这个过敏性的披症 当然这里边呢 也有这个其他的过敏反应 包括这个血管性水肿 这些相关的不良反应 那么严重的不良反应呢 大概在百万分之一 前期啊 河北省呢 按照全国针对重点人群的接种啊 目前呢 已经接种了将近十四万人 当前呢 河北省呢 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进度 尽早完成对重点人群的接种 是否针对石牙庄疫情 要调整疫苗接种的这个策略 河北省啊 会根据整个防控工作的需要 包括这疫苗的特性 等等这些个综合的因素 会统筹考虑 三道三步走啊 这么一个策略 第一步 就是我们12月15号启动的 这个重点人群的这个接种 这里面主要是这个 由于工作岗位的性质 它可能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比较高 因为这个境外的疫情啊 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二步就是高危人群 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说 一旦感染这个病毒以后 它容易发生重症 甚至容易导致这个病亡的 这一些这个人群 比如说这个高龄的老人 这个有慢性这种基础疾病的人群 第三阶段才是对普通人群 就其他的普通人群 进行这个接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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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